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2月12号 星期一 欢迎大家来到宅山英YouTube工作室 聊聊天散散心 清醒一整天 其实现在每天我最头疼的 就是跟大家聊天这个视频里选的选题 我有一个大的毛病 就从个人在现实中一直到网络中 最大的毛病就是没办法聊天 不会聊天 很容易就把天聊死了 因为讲的东西都太干了 讲完了呢就说到底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不太愿意说那种没有营养的片汤话 所以现在呢 真的每天那个选题崩溃死了 写了删删了写 因为写完了就想这个不行再聊了 或者已经聊过了等等 特别有一种将廊才进的感觉 我只能说我继续 但是未来写的东西 讲的东西能不能让大家满意就不知道了 能说我会继续 中国政治体制我都讲完了 政治体制再讲 你说还能讲啥 就只有一道细节了 那就没啥意义了 国务院组成 政治局组成有啥意义啊 每个人负责什么 然后未来中国要怎么转型 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对 这个已经都说过了 因为政治体制的问题导致这个原因 中国经济我已经都讲完了 每个大的方面和相关领域做的变化 都已经说的很透了 科技方面 我大的方面也聊的差不多 剩余再聊就到深水区了 然后国学呢属于玄学 大部分朋友听起来还是有质疑的 我不方便在这里面普遍的去讲 将来要讲也在单独开个频道去讲 八卦还有不少 但是我总不能把这个频道变成八卦频道 天天讲八卦呀 一周两周讲一个比较合适 所以每天我们自己生活的世界变化真的太慢了 有时候也期盼这个世界变化再快再多点 能够拿来让我讲的事情也多点 变化的太慢了 不少朋友也在评论区给了我一些建议 希望我讲什么 我首先特别感谢大家给建议 但是呢 这些建议我基本上很难采纳 因为大部分大家给我建议选的选题 都不是考虑到所有受众会不会愿意听 一般都是一个人两个人喜欢听的这种爱好 我肯定不能跟你个人的情况专门去讲一些视频 对吧 就解决一个问题 金税四季下企业 如何用无形资产做税务筹划的问题 你说我讲完了有几个朋友会会听这种选题啊 所以呢 希望给我建议的朋友 想的时候 给我建议的时候 也是一些公信力比较大的 讲完了 大家都有说过的一些选题 所以这种情况下 只能跟大家说一个 抱歉 我以后的视频可能只能向深度去走了 深度走也是我自己本来最擅长的一些领域 但是一深度走呢 很多朋友就不一定完全听得懂 这个世界大逻辑大概念就这么多 而且放诸四海的这些真正有的道 我觉得我已经讲的差不定了 在以前所有视频里 所以呢 只能向深度走 大家多理解吧 多理解啊 向深度走 今天跟大家聊聊的呢 就是开始的一个比较深度的话题 我当初做企业老板的时候 还做公司的时候 在公司内部给所有工作人员发 发布的一个十项基本原则 这个呢 我希望作为他们的人生准则 作为公司 HR体系里重要的一个叫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希望他不光是在工作生活中也是这么做 叫十项基本原则 我当时的逻辑很简单 如果在工作和生活中都能达到这些要求的人 那不管你将来是去找工作也好 还是去生活也好 应该都很容易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 都会活得棒棒的 当然达不到 那就没办法了 实际上基本原则具体是什么呢 第一个原则就是做事分层级 也就是我们在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 不管是公事私事大事小事 每一天一面对事情就分层级 第一紧急且重要 第二紧急 第三重要 第四次要 先分析这个事属于哪一级 是紧急且重要的 还是紧急的 还是重要次要 为什么因为人生最宝贵的呢 我认为就是时间 最大的财富就是时间 有效的时间管理 其实就是管理我们人生的财富呢 那我们不管在工作中碰到任何事情 或者在生活中碰到任何事情 如果都会养成个习惯 就是能够划分哪些事情是紧急且重要 而且按照轻重缓急去做事情 那你的时间管理就会变得很棒 人生的价值就会体现出来 所以划分这个事情的这个等级很重要 按照事情等级做事很重要 如何才能够很好地去划分哪些事情是紧急且重要 哪些是紧急哪些重要等等 那是需要认真的去思考 动脑子和长时间实践 才能培养出这种习惯 真正说必须是种本事 这个本事呢 具备了人生时间有价值了 人生就更有意义了 举个例子吧 好多人我看太多人了 因为我原来讲创业课程的 创业的很多小孩先做生意 现在中国也是这样 都把注意力放到我用什么样的商业模式 我怎么注册 怎么运营等等 一堆上面 其实做生意最紧急且重要的事是什么 就是怎么收钱 生意全是围绕钱进行的 只有跟钱有关的东西 才是在生意中紧急且重要的 一切跟钱没关的 都不可能是紧急且重要的 盯紧了钱 才是最终要盯紧第一步 钱是这个公司 是所有的公司能活下去 最基础的保障 有钱公司才能活下去 我说的钱就是现金流 别给我讲资产 就是货币 钱是谁给你的 做公司客户给的 从客户手里才能收上钱了 那客户是谁 目标客户群在哪呢 怎么目标吸引目标客户群上来 怎么让他给你钱 这才是所有做企业 最紧急且重要的事 这件事做不好 其他都白搭 做的再漂亮都没用 但是现实生活中 就这么一个最简单的概念 跟逻辑 大部分做企业 甚至说99%以上做企业的 都不会像我这么去思考问题 关注问题 很多人把企业公司都注册了 钱也花了 最终呢 最终根本就没有办法吸引到 匹配的目标客户群给这个企业交钱 交足够多的钱 老板自始至终都不知道应该把钱 控制这个放在一个公司紧急且重要的位置上 花了大量精力找合伙人 找地点搭建什么政府关系 本末倒置 那最后死掉了 而且就算我今天跟你讲了 就算很多人听了 实践中犯这种错误的人还会很多很多很多 在公司内部应行管理的时候也是一样 就是不管是做领导的 给员工设定各种工作布置工作 还是下属的接受工作 去做工作 都应该看一下哪个事交代下来的 我要交代的和交代下来是紧急且重要 哪是紧急哪是重要哪是次要 如果不知道呢就问问老板 老板您给我这几件事 今天四件事 哪个是您觉得最紧急且重要 哪个重要哪个次要的 我从头往后去做 对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呢第一个呢 我也是想第一个原则 那基本原则嘛 以后大家预见任何事情的时候 先能够精准的画出事情的等级 最重要的紧急且重要四颗星 紧急的三颗星 重要两颗星 四要一颗星 按照星的等级去做事 就可以让你一辈子时间得到最好的分配 资源能够聚焦 第二个原则就是 办所有的事知道目的 办事知道目的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辈子 每一天 甚至于每一分钟 都会面对各种事情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或不要做什么事情 最重要的都是 我们应该知道 做这个事的目的是什么 才能够知道通过什么方式 去做达成什么结果 但是大部分人在人生中呢 把绝大部分的时间 资源精力都浪费在无目的的市场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去做了 不管是工作呀 生活呀 什么方面都没有 而且浪费的特别多 比如说为什么中国2021年底 整体离婚的数字是百分之四十多 将近百分之五十 就为什么中国人 那么多人离婚 是一个 两个人结婚里就一个离婚 两个人结婚里就一个离婚 就是因为大部分人结婚的时候 都不知道婚姻的目的是什么 这俩人为什么要结婚 你想明白吗 我爸爸催我 妈妈催我 这是婚姻的目的 那你怎么可能长久啊 因为一旦结婚以后 以前生命中 没有交集的两个 不认识的人 天天面对面在一起 无数次接触 互相跑都跑不开 天天都要看见对方 天天都要看见对方 你如果你都不清楚 你结婚目的是什么 你见对方第一张这张脸的时候 他就不惜你 甚至你讨厌 你天天看着他 你看一百天 你不能讨厌 他说话的声音 那就不喜欢 那说话声音那么尖锐 难听 你天天听他说话 你会越听越难听 对你到底是因为什么要结婚 对方是不是满足了 你要结婚的目的 对啊 有的女孩为什么是婚姻能保持 他结婚就是为了钱 就喜欢钱 对方老公就是有钱 挺好的 因为老公有钱 天天满足他有钱的目的 他其他地方他都能包容 因为老公满足了女人有钱的目的 所以老公在其他地方做的很多事 女人都会包容 因为这个女孩知道他为什么结婚 他就会去包容 对啊 那对方呢 你对方的知道娶你是为什么 他嫁给你女孩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也没搞清楚 他也没搞清楚 那双方都不会对对方有无限度的包容的 所以结婚之前 大家应该都问一下对方 你到底选择我 结这个婚的目的是什么 没有办法包容 我跟大家说呀 作为一个过来人 没有办法包容两个人 是根本无法在一起 度过十年 二十年 就这么一直待下去的 对 而且有很多 大家不能包容的这些缺陷 随着时间越长 他会很尖锐 最后到这个大家都无法直视的目的 除非这个生活里面的目的 双方我的目的 你的目的都很清晰 而且这个生活能满足我们双方的目的 那双方才可能包容对方 现在社会跟以前的传统的封建社会不一样了 社会发展到这个时代碰撞超级多 婚姻是超级理性的事情 所以自己想明白结婚的目的是什么 问清楚对方结婚的目的是什么 才能把这个婚姻走下去 都是目的工作中更是如此 很多公司在领导安排工作的时候 领导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干这个事 下属也根本不清楚领导为什么要干这个事 就开始做了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 我经常说叫做的越多 错的越多 这种事多做几次 领导就会对下属失去什么 信任 下属觉得领导排的活都没意义就做 下属 领导就会对下属失去什么 失去耐心 对吧 教你的事做完了以后怎么都是这样 这双方很多士气就没了 就没有士气了 不想做了 都不想做了 对 那你下面还怎么高效率的完成事情了 所以不管是工作还生活 所有的事情想清楚目的 不清楚的跟对方确认了目的 在做 所有在生活中记住了任何事情 做的对 比做的快 要重要的 多的 多 我给大家的建议 第三个原则就是人生不试错 不能试错 在人生过程中啊 就经常我们很多人都是 在人生过程中 尝试通过犯错 来找到正确的出路 这个成本太可怕了 这个东西我们很多时候根本就负担不起 就我们怎么可能呢 你犯错的过程中 你知不知道每次犯错都要付出代价的呀 那你能不能不犯错 能不能在很多地方找到人家犯过错的 有过样板的 有过这种典范的 按照样板跟典范的提示来减少错误行不行 很多小伙子我看谈恋爱 就我身边也有谈了一个又一个 花那么多时间 花那么多金钱 没有结果 没什么没结果 聊聊就知道 一直在试错 就是第一次他自己办了事情 他错在哪 他第二次还会去错 根本不会去总结 只试错 连总结都不总结 根本不会从网上找找 谈恋爱遇见这样的女孩应该怎么样 我在谈恋爱中经常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我应该把你些问题解决掉 不看哪 就是这么盲目的 如头参硬的撞撞撞撞撞 他一辈子找不到对象 应该哪 找到对象才是天理不容的 我原来在公司工作中面试董事长的助理 我都是亲自面试 肯定要问对方一个问题 就是作为董事长助理应该做什么工作 你告诉我 你从哪获得的应该怎么做工作的知识跟经验呢 如果对方跟我说 我就是在实践工作中一直当董事长助理 我自己实践总结的 这个人我一定不要用 因为他的思维逻辑就是通过试错找到正确的方向 这个习惯太可怕了 我肯定不要用 他在我公司试错 万一真的把我什么东西试坏了 给我出现的成本 我自己公司要承担的 但如果这个人说 他是从网上 从很多地方都学习了怎么做助理 然后做懂助理的时候经常出现的错误 他也会经常看别人的介绍 然后在实践中跟自己的实践去对照 两者总结经验 那我就喜欢用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为什么呢 这个人就会把别人千千万万 其他做助理的人 那么得出来的经验 在网上已经写明白了 或者有人教的东西 然后拿着这些东西 跟自己实践中做对照 这样他试错的机会就少多了 甚至于原来我在公司中 是禁止任何原创东西出现的 不光是市场部 包括技术 我不许做原创 任何所谓的这种策划方案 都要从其他成功的策划方案中吸取出来 先模仿 吸收别人成功的经验 先模仿 模仿到有一定成熟 一定好 一定条件 一定经验 再创新可以 但是不许在什么都不模仿的时候 拿过来就原创 那就是什么 试错吗 你都没有被教验过你的方案 能不能得到市场 能不能得到客户的满意 你就敢拿出来试 那么拿公司自然试错 但如果别人做的方案 别人做的技术 已经得到了市场和客户的承认 这个东西不错 咱们从他这点作为模仿 提升创新改造 做的东西 那自然你的这个试错的风险就小很多了 所以在我的人生中 找任何一条路 甚至于包括我论出来 我出国 现在做的所有的事 我都基本上不会原创 不会试错 我都会去找别人能不能做过的 有没有东西可以尝试 然后通过学习来做 第四个原则就是沟通的书面化 我会建议也是一样 在不管生活工作中 所有的沟通交流 尽可能都是书面完成 除非特别特殊环境 这里面的书面 包括但不限于邮件 微信 等各种方面的手段 但一定是留在文字上的 因为语言是最容易模糊 表达人类思想跟情绪的工具 语言经常会在双方沟通中 由于相互之间的理解 知识 文化 所处的环境的各种东西 产生记忆或理解的误差 效率特别低 我在工作中 原来经常会遇见 这样的类似的事情 比如说工作里面 有一个A的部门 有一个B的部门 那A部门的老大呢 就告诉B部门的老总 下班前 你要完成所有的项目测试 B部门老总就答应了 结果下班的时候呢 A部门老总一看 基本上大部分都没完成 完成了几个 A部门老总可能就急了 说你不是答应下班前 全完成测试吗 B部门老总说 谁说的 我刚才说答应你 最起码能完成一项测试 两个老总就开始扯皮 工作效率低了 你说谁有理 没有书面 你找到哪也平不了理 到这种东西 在我的公司里 是不允许发生的 在我生活中 面对的很多东西 也是会避免的 所以我建议 所有朋友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把任何答应承诺 跟别人沟通的事 都留在书面上 哪怕是留在微信上 留在WhatsApp上 也是要留在书面上 文字上 对呀 如果刚才我讲的例子 A公司跟B公司沟通的过程中 他们有文字留下来 几点 十分 什么 不会扯皮了 语言很不可靠 从我嘴里说出去 你耳朵听进去就没了 所以这个东西呢 只能在日常沟通用 但是没办法去产生可信的 要有书面东西才可信 做生意任何东西签书面 那签合同 生活呢 也会很多重要事情建议 所以我是特别赞成 现在婚姻的问题 要有一个婚前的合同 或相关协议的 婚姻问题不扯皮 婚姻本身就是很理性的问题 我说了你的目的 我的目的能不能达到 我估计王小飞大S结婚的时候 如果把很多事情都签了合同 在合同里说清楚 就没有现在离婚 这么多扯皮的事情了 对吧 给不给 什么时候给惩罚性 婚姻本来就是个很理性的东西 理性的方式解决好 所以呢 要签 而且要签的详细 签的细致 在生活中也能避免很多问题 人生嘛 对 都是这样子的 你要想让时间有价值 生命有价值 就得想办法让时间效率变高 第五个事 就是干所有的事情都要量化 工作生活中 所有的事情都尽可能量化 工作中办理的事情 最好都有数据的目标 有数据的考核 有完成的时间 各项工作任务都要有明确的时间表 并责任到人 肯定是这样子的呀 各项工作都是一样 要有明确的时间表并且责任到人 这样子的你工作才能够做好 甚至于很多业务为了量化做好 不光有量化的流程 还有A方案以代替的B方案 事情如果没有量化 就会影响到生命很多的时间效率 一个人每个月能赚多少钱 每个月能花多少钱 要保留存多少钱等等 明确对于自己资金有量化的人 生活一定比没有量化的人要快乐和幸福的多 很多没有量化的人 很容易在月底发工资的时候 面临特别艰辛的生存时光 甚至有的时候不得不开始什么 借贷 最后陷入到借贷陷阱 而且陷阱越来越大 无法自拔 都是因为对自己的生活 没有标准的一个量化的结果 量化了可以达不到 但是不能不量化 奔着量化目标去达 达到了更好 达不到可以再做新的量化 但是没有量化 左到哪 算到哪 爱到哪 就干到哪 对生命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我认为是 第六个原则就是执行快准权 首先要强调必须是坚定执行 执行的时候还要执行的快 执行的准 执行的全面 执行工作呢 一定真的很重要 就是我们的人生 很多时候都是留在嘴上的 不执行 那就出现很大的问题 而且要快 严格按照计划 制定的计划执行 再充分考虑到周边量变的时候 因素的时候 杨明先生 就是王阳明先生 王守仁先生 留下来最著名的一句话 大家都知道 就是执行合一 人生最怕的事情 就是我都知道了 但是我不执行 也不坚定执行 执行也不坚定执行 所以我经常说一个话 叫不听别人说什么 就看他实际做什么 嘴上说什么真不重要 能不能坚定的执行 才是最关键 一万小时定律 说的也是执行 执行的事 而不是空想的事 在国内的抖音上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专业的移民的账号 这些专业移民账号里 如果你仔细去查 其实很多做移民的人都会在抖音上跟大家出一期节目 不约而同 因为我看过好几个 都会告诉想从中国润出去的客户 所有的事情做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什么 只要你想润出去 通过一个一定能达到 不管你什么条件 就叫持之以恒的坚定执行 对啊 大家去看看呀 在抖音上找找 上网找找关联的信息 所有跟移民有关的 润出去有关的 面谈所有能找到的公司 看所有的论坛帖子等等 小红书 然后按照自己 自己本身的条件 总结经验 总结方案 不断执行 总结纠错 再执行 不可能你润不出去 只要你这么坚定的干了 不可能就润不出去 执行 开个玩笑 邓文迪可能是一生中最强调执行的 所以邓文迪一生中自己想要的东西 全都能要得到 我们大部分人都输在洞嘴上 而不是输在执行上 第七个原则 勇于承担责任 要担责任 主动承担责任 不管在工作还是生活中 其实都是一个特别好的美德 帮助自己成长 承担责任 才会有利于自己及时的自省跟优化 人生啊 能够变成很成功的状态跟样子 很重要的一个帮手 就是压力 那承担责任 才能感受到压力 才能顶住压力 向上突破 感受到压力 顶住压力 才能不断的去自省跟优化 穷人的孩子 找当家这个话呢 也是说穷人的孩子 不得不及早的去承担家里的责任的原因 对 因为有钱人的家里面都是爸妈来承担责任的 我呢 是中国军队大院里出生的孩子 啊 军队空军司令部嘛 啊 空私大院 那军队大院出生的孩子 肯定都是中国应该说家庭条件特别好的一群人 由于爸爸和妈妈有一方肯定是领导干部 或者双方都是领导干部 所以孩子们需要承担的学习责任和生活责任都很少 高考的时候考零分都能上到正规的军校的本科 你像我们就是河南新疆一行校 点招零分都能本科毕业 毕业以后呢 很多呢 都由爸爸妈妈直接安排进到体制内进行工作 所以最终 这些先天具备巨大优势的大院的军队大院的孩子们 长成以后很少有能够成为出人头地精英的 很少 理论上他们条件这么优秀应该比穷人的孩子多得多 但实际上很少 就是因为不担责任 不担责任就没有压力 就没有成长的空间 资本主义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优秀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也在这里 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多党执政 执政党要面对在野党特别大的压力 执政党必须承担他在执政时候很多的责任 不承担责任的执政党很快就失去社会大众的信任了 所以执政党出现了责任之后 宁可全体内阁成员辞职 也要承担责任 给自己的政党未来重新获得社会大众信任的一个机会 社会主义制度不是 是一党独裁的 永远续杯的 那不承担责任就会成为一个 没什么任何后果的事情 不承担 所有都可以把严重的责任推卸给社会大众 可以啊 对啊 就不提什么什么PPPP2P全民创业特色矫正 就拿这次疫情 疫情到现在跳楼自杀多少人 影响经济影响了多少人 破坏社会秩序破坏了多少人 让多少家庭出现了大的问题 倾家荡产财务问题等等 那出现这些东西以后 现在轻飘飘的一句放开 要承担责任吗 就是理论上对于一个责任 有责任感的党 现在马上做的事叫追责 从上到下的追责 谁导致这么一个严重的结果 就这么一个完全没有这种 病死的这种多少可能性 而且没有什么后遗症的病 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 你得对人民有交代啊 没有 反正也没有势均力敌的敌 就是在野党来指责中共去承担责任 所以呢 这样子的时候呢 这个这个中共就可以用各种理由推卸 而且转移实现 久而久之呢 愿意承担责任的资本主义政党 就越来越了解人民大众的生活 不了解不行 就会应对社会各种各样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不承担责任的社会主义政党 就越来越低能跟负担 低能跟腐败是全世界社会主义政党的通病 没有办法 而且越发达越这样 应对社会各种问题就越来越弱 必然都垮台 也是必然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曾经有三分之一的人民 是生活在无数的社会主义国家里 那为什么这些社会主义国家 眼看这些大楼全垮了 全塌了 社会主义国家全没了 大家就知道原因了 就是这个东西 一党独大肯定不承担责任 所以呢 中国共产党就这样 只要出现责任 推卸给很多人 民营协家 专家 什么什么国外的机构 反正有的事都可以转嫁 唯独不看自己脸上有多少屎 所有拉的臭屎全是自己干的 屁全是自己放的 对 就是这样 肆无忌惮的欺负人 所以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未来一两年会快速的崩塌 以前不敢这么愉快 党崩塌 只说经济崩塌 但是现在看出来了 遇见这么大问题的时候 当遇见没有承担责任的人出现在这个场景的时候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你们看电视电影电视剧出现危局的时候 就需要有人出来说担责任 我来上担责任 没有 中国现在出现的场景就是极大的危局 没人敢去担责任 出了问题全推卸给底下 那这个不死就见了鬼了 所以通过共产党如果这一两年快速崩塌 所有的人就要想一想我们做人要不要承担责任 第八呢 就是处理事情不手软 处理问题要快速果断 直接找到主要原因 并制定处理办法严格执行 当断不断避留后患 优柔寡断 其实在很多人做生意投资的时候 都是失败最重要的原因 现在我看很多老板在网上还写的 面对做了十几年的业务 明明已经不赚钱了 实际在亏损 但是这些老板不认真去思考 亏损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这些原因自己能否改变跟控制 不想 就是纯粹感情因为舍不得 优柔寡断 放心 这些老板最后都肯定要变成老外 对啊 当断不断避留后患都什么时候了 贷款买房子的人卖掉房子 去年经济环境就不好了 根本不考虑国内的经济环境啊 然后卖房子的时候不能一步降价到位啊 降价到位你就现金落袋为安了 就是一点点的降价 最终导致结果什么 血本乌龟 必然的 这一点呢 在北京燕郊 最起码几十万的购房者中 有血的教训给大家 因为北京的燕郊大部分的房子价格 就是距离 现在啊 距离最高的时候的价格 都是30%到40% 燕郊 去年年底 坦诚的说 去年年底 如果果断的降价了 卖掉 那个时候还能以 最高房价50%到60%把房子卖的 当时确实是这个价格就能卖 现在呢 30%高峰的房价你都卖不掉了 对 没办法 因为大部分房子都掉到30%到40% 所有人都觉得还能掉 所以用燕郊中介的话来讲 叫什么 叫去年腰斩的时候 你还能卖掉房子 现在膝盖 膝盖都卖不掉了 在网上查腰斩膝盖 能看得见关键字 就是北京燕郊的房价 所以呢 该断的时候一定要断 一定要果断 第九就是管控业务的全过程 所有在商业活动中 业务项目都要根据时间表和时间表里每个阶段任务的人权安排 制定全过程计划 并且管控全过程 及时解决预见的问题 这样子的话 才能让你预期的计划能够达成 所有都是一样的 在我们生活习惯中 每一个我们要做的决策 干的事情 都要能够了解全过程 并且管控全过程 不能的呢 那就最好别做 为什么在中国现在做投资的老百姓中 社会大众中 99%以上 都肯定是赔钱的 因为都没有这个习惯 大家每个让他投资 银行说投资理财 就问问怎么回报率 就投了 那你不亏损是暂时的 赔光是必然的 投钱的时候 你不想问一下 我的钱进去了 要干嘛 中间经数多少个环节 这些环节怎么控制风控 最后赚的钱 从哪个领域给我赚出来的 然后自己思考一下 能赚钱还是不能赚钱 有可能赚不着钱 就根本就不能投 如果不投 不思考 根本不了解钱从哪回来的 一说多少回报就投了 那就是信嘴了 上嘴时候一梦下嘴时候 你信了 你不死谁死 就像目前中国推出的 个人养老保险 你要了解全过程 发现这就是个大骗局 无数的关键问题都没有解决 而且故意设个套在那 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 投出去的钱 必然是亏损 肯定是死的 你不了解全过程 不监控 那你就等着死 第十 最后一个是结果论英雄 结果是衡量 所有你做事的最终的核心指标 做生意 结果就是看 正没挣的钱 能不能长久的活下去 治理国家 就看老百姓能不能幸福 国家是不是真的 在全世界有 威望 大家信服做的事 说一千到一万 最终没有达成预定 结果 那就是狗熊 对啊 就像我做普华集团 我是普华的老大 董事长 不管找任何原因和理由 最终还是让很多 普华的客户出现了亏损 没有达成给客户承诺的目的 所以我必须承认 自己就是个骗子 谈什么理由 找什么借口 都是屁话 都没什么用处 核心的原因 就是我没有了解清楚 中国的大局势 低估了习近平领导的 中国共产党 要搞死民营企业的决心 高估了自己能把控 这个政局的力量 对于未来在中国 能够按照市场经济规律 在商业领域中做事情 有着大量白日做梦般的幻想 对于中国共产党 这个党在情感上 还有不切实际的期盼 这些东西都是问题 那你说我能不让自己企业倒 所以最终导致企业垮掉 核心就是我的原因 人无头不走 鸟无头不飞 没有达成对客户的承诺 那就是个骗子 就是个傻叉 结果论英雄 我就是个大狗熊 只能做狗熊 虽然我嘴上有时聊 会自为自己在中国国内的悲惨命运 狡辩几句 毕竟自己的一生心血 陪在那儿了 也挺不忍 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 只是真实的情况 就是崇拜的英雄 胜者王侯 败者贼 败者寇 我就是那个贼寇 人生的领域都是如此 整个的世界 没有地方会相信眼泪 所以人怎么办 哪摔倒哪爬起来 总结经验 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要必须得有那种 撞个南墙 不是回头是把南墙 撞垮他 撞透的劲头 你才可能再次站起来 所以人生啊 每次努力当狗熊没关系 一次一次当狗熊也没关系 你只要把英雄设定为目标 就算最后做了一辈子狗熊 坦诚的说 毕业那一刻知道自己这辈子没白活 也挺好 尽力了 但最终的成败 还是以结果来定英雄的 重复一下十项基本原则 跟大家说第一做事分层级 第二办事情知道目的 第三人生不试错 第四沟通书面化 第五干事要量化 第六执行快准权 第七勇于单责任 第八处理不手软 第九管控全过程 第十结果论英雄 这些东西其实呢 我主要用于呢 是企业的管理上 作为我自己企业管理的原则 只是我现在觉得在人生中 应该也是同样适用的 和大家就分享了 谢谢大家 今天听我瞎BB 谢谢大家